工程順利 二零二二年精華廣場動土 時任臺北市長柯文哲 跟威京極團主席沈慶京 肩並肩場面風光 當時柯文哲還大讚 沈慶京相當有創意 等到精華廣場落成後 等於是放大版的桃珠影員 大讚精華廣場 將是北市新地標 如今說對八百四容積率不知情 引來議員痛批 當初不是清蓋六個章 確定公斬嗎 他不只把大家當笨蛋 也是把自己當笨蛋 所以他說原本的智商一五七 變成五十一點七 或者是十五點七 如果這個就可以擴大解讀成 他知道容積率 我覺得這有點太過了 二零二零年十月 都發局公開展覽 拍板精華城容積獎勵跟移轉 以基準容積百分之五十為上限 從百分之五百六 膨脹到百分之八百四 兩份文件都有柯文哲簽章 二零二一年苗博亞也早就對容積 獎勵示警 更早之前二零一七年 印小微質詢柯文哲替精華城 陳情 柯文哲當時就擔心百分之五百六 容積率 IP圖利精華城 顯見對案子並非一無所知 在法庭內呢他是演出傻白甜 然後說什麼都不知情 就算他有蓋章 他對這案子的事法性 也完全不了解 民眾黨幫柯文哲改口 是不清楚百分之八百四容積率 通過細節 但網路媒體最新民調 有超過半數民眾不踩性 資深媒體人 黃友漢也批 不知道結論提高到百分之八百四 是否太離譜 柯文哲宣稱不知情 被議員拿證據 一一打臉 三立新聞 江偉賢 陳情侶 任務局小組 台北報導